他不一定能活 各位老菩萨 我都知道你希望要健康长寿 其实你布施一二级经 来自于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你都没布施 你知道吗 我们虽然是佛教徒 可是在基督教 天主教 有一个叫联合国世界展望会 我上网查过 他一年就全世界 八百万的儿童吧 各位为什么不去帮助他呢 我再说一点真诚的话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佛教 我很喜欢讲慈悲 其实最自私的 本来是我们佛教的 我们真正讲座的时候 很多人都发现嘴巴很会讲 可是你看基督教 天主教 当然我只是比喻 各位不要介意 基督教像我们台湾 早年在日居时代 如果38年 1949年的时候 从日本收回来 你知道刚收回来的时候 最积极的是谁 基督教 天主教的牧师跟神父 我小时候也是福圣经的 为什么这些师父 牧师跟神父都很慈悲 第一个他先进医院救人 第二个进学校发奖学金 因为有很多人他很聪明 可是家里没有钱 他帮助他 第三他才建教堂 传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议 所以基督教跟天主教在全世界都被人家接受 那想想到我们佛教府呢 讲完了 你只有一个慈激功德会而已嘛 对不对 当然日本大帝政的时候 我也是拨款给慈激功德会 因为我相信他们不会吃钱 那当然我们要有菩提心 所以我们佛教徒啊 要发大愿 你有了菩提心 你帮助别人 乃至于你今天给一碗饭给狗吃啊 你的功德就是很大的 所以不要光说而不虐 当然如果讲这个例子 并没有意味说 我们就要跟基督教基督教真或比 我没有这个意思 同样的再鼓励各位 普贤是大愿平等性 正在马来西亚的二等公里 我知道各位很辛苦 可是我们有没有伸出双手 去救马来人呢 印度人呢 外国人呢 当然我讲完以后 我知道也有理由会跟我变完 师父你不知道 马来政府啊 对他们马来人都很好的 故就是你不愿意大开心量去救他 所以马来人永远瞧不起华人 我讲的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当然不希望他茫生 讲的马来西亚呢 真的有灾难 天灾人过 全部都是华人出动的话 我跟你讲 连你们的纳吉手掌都会改变的 我们应该先打开自己的心量 对不对 我们不愿意去抬避人家宗教 对一 不要像其他宗教 我帮了你 你要变佛教徒 我再三规 不可以 我们真心就是帮他 菩萨要愿倾听的 归以见义 你能够帮助他 你将来就会修广大的功德 你一点一点真心帮助他 他都会永远感恩 比方说假如一个马来人 他是违教 可是他是病的 可是马来政府没有帮助他 却是佛教的呢 不过医疗今天给他 他一定会很感恩的啊 下次你家旁边有小偷的话 他第一个会帮你探痕 这只是举例而已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所以我觉得佛教徒真的要想一想 我们都讲 狼魔大兵 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就 那就从你的周朝左邻右侧开始做起 当然有时候我们对别人太好 人家太偶遇了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没有啊 我只是妇女朋友啊 我们不要有目的 你真心关心他 人都是有感情 才可以感动的 所以我最后啊 就告一个段落 不要讲太多 我好像有点激动了 我真的很感动 后来呢 这位妈妈呢 现在还在大经理闭关 我非常的高兴 我也希望她有一天修持得非常好 能够帮助无量无量的众生 所以各位老友上 放声是对的 春伯都说的 但是希望你更有智慧 不要执着持救动物 我们救人 人里面有孤儿宴 养老院 家庭暴力 性侵犯 弱势团体 都有很多很多人值得我们去关心的 假如你现在去关心 到老的时候 也会有人关心你的 好 请看下面的经文 再看二十二页 第二十六 吴济大师在心耀方里面就说 静缘无好丑 好丑取于心 智者除心不足静 于者除静不足心 这首记中很重要 请专心听 他说外在的境界啊 跟人事物的缘啊 其实绝对没有好跟话 好跟不好 其实在你的心的感受 有智慧的人 他会改变自己的心 而不是专门去改变记 而愚痴的人呢 只会一直挑环境 去抱怨环境 却不愿意从心去改变 好 请看 幻灯片 对不对 我们都读过金刚经 如梦如幻 对不对 我们都了解金刚经的道理 可是当我们面对人家 骂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观 如梦如幻 金刚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修五百仙人 五百仙人 入圣殿 你看在海底的世界 这是我拍的 香港 海洋世界 才没的东西 对不对 那锅里一打锅的时候 这些水流下来的时候 全部的鱼都会死掉的 所以再没的东西 其实你都生不来 生不代来 死不代去 对不对 所以你要幻想 一切的幻想 都像虚空一般 是假的 不是真实的 紧张心听 今天这个很重要 因为五贤十大院 不管是一者里进出佛 二者清战如来 三者广修供养 四者忏悔业障 都要跟智慧相应 般若波罗并 所以我这几天都先讲 魂术菩萨的感应 在后面的经文有机会 我还会讲 普贤菩萨的感应 跟观世音菩萨的感应 这三个大菩萨 都非常美不起 可是你在学慈悲之前 要先学 了悟事实的真相 答案是什么 所有东西都不是真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会变的 就像这张照片彩虹 看起来很美 下过雨以后呢 彩虹很美 可是彩虹啊 当光线消失的时候 它就没有了 所以在内的东西 也是会变的 接着来看中国的画 现在中国大陆也进步了 我也知道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也会常常到中国去旅行 在云南 在庞州 在东南亚 对不对 有很多如美如梦如幻的美景 对不对 可是照理的美景 也是假的啊 再来看 为什么假呢 好嘞 考课一下各位 现在右边有一幅画 左边有个镜 看到了吧 这是反射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椅子 它也有反射 好 尊心命哦 想一想答错没有关系 请问你现在看到这个图片 是一幅画还是两幅画 好 各位都认识了 认为一幅画的请举手 可是假如一幅画的话 为什么会有两个影像呢 好 你认为是两幅画的请举手 没关系 举手没有关系 是不是就是要帮助你去思考 好 那假如两幅画的话 那一幅卖 一千马币的话 那两幅就应该卖两千咯 我答案怎么以为 他卖一幅诶 糟糕 新的词太厉害了 嘴巴上门 不湿里不湿 你讲一幅画也不对 两幅画也不对 好 你们说师父 那家 请问有没有三幅画的 没有 你们举手 第四 你们有没有说 全部都是假的 请举手 好 好 注意听哦 以世俗力来讲 的确是地幅画 但是它有反射 变两个影像 了解吗 这叫做能所的对立 镜子的反射 好 看这里一段 好 现在台湾的小女儿 听说安清班要教 看自己 镜子中的我 有趣啊 各位明明也试试看 你的孙啊 或是孙女啊 你拿一个大镜子 好 你看哦 可是呢 因为老师在教看镜子中我 你看右上角 不知道这只小花在忙什么 好 好 请问小朋友看镜子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各位你们早上起来 刷牙洗脸的时候 请问镜子中的你 是真的呢 还是镜子外的中的你 是真的呢 还是两个都是假的呢 还是两个都是真的呢 你要去想一想 好 接下来你看 好 镜子里面反射的时候 小朋友反应会不一样 你看 有一个呢 就在看 有一个呢 也不知道在东方希望看什么 所以 看到镜子当中 每个人反应不同 你看 左手边挖住头盘的 嗯 我长这个样子 然后另外右手边呢 奇怪你在看什么 最后一个小方 我也要参加 对不对 你看小孩子看镜子 为什么要去小孩子呢 因为我讲过 善财童子 对不对 善财童子 童子嘛 就是呢 赤子之心 小孩子看镜子 是最真诚的 我们当然看镜子 可能想太多 这个镜子太脏了 这个镜子呢 多少钱 这个镜子呢 不够好 我们就有很多的分别的妄念 好 接下来再看 其实一切的妄法 都不是真的 都是你心的反射 清醒下来 这句话就一样 三个大肚子 所有的东西 都没有一样是真的 就像你看这个 风景相片的影子一样 那你会说 师父 一切都不是真的 那不是很可怕的 我当阿嬷 每天看孙 你看他孙就像活蹦乱跳 他不是真的 其实他会变 这边 佛讲一切不是真的 他并不是否定万在 佛讲一切不是真的 只要断除你心中的 占有跟持着 与期待 我再讲一遍 断你心中的 占有 持着 跟期待 我再会讲这个故事给你 我们苦 其实苦在自己的心 我们想要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也不多 你想要买一栋真不足 我很辛苦一辈子 结果买不到之前 你很担心 买到以后呢 你全部装起床 怕人家还进来家 所以你看 你得不到之前 你很苦 其实你得到的时候 你又怕他失去 佛法他伟大的地方 告诉你 不要在外境上去解决 真正解决要从内心 这太了不起的地方 当然有些地方 你要解决外在 比如说空气污染 当然你要修Air Condition 现在没电了 当然要新修插头 可是现在问题是说 有电跟没有电 为什么会影响你的心呢 因为你的心更不公正 比如说你今天心很开心 对不对 一大早睡饱 尤其是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早上 睡得非常非常的饱 然后你的好朋友快打电话 还有好朋友好久不见了 对不起 最近要周转一下 你借我的一千马币好不好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不是好朋友 我死胆 我下次再还 没问题 慢慢烦 对不对 你看你心情愉快的时候 什么都没问题 可是假如你今天被老板罵了 没有睡好 火气很大 那天早上 老公我呢 准备你最喜欢吃的炒果条 你都会发义气的 果条是忙吃的 每次我都是炒 变成果条仔 但老公也觉得很奇怪 你平常最喜欢吃炒果条 对不对 新加坡伊宝的果条 很好吃 对错 我来到马来西亚 对不起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果条都好吃 尤其是在马来西亚 这叫伊宝国条很好吃 我也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 我来马来西亚 你把我冰块也不穩 我再来 答案是什么 你心情愉快的时候 你觉得什么都好 你心情不愉快的时候 你觉得什么都不顺利 所以可见呢 轮回从哪里来 从你的心 你如果不能控制你的心 就让你原地住在最好的地方 你都会碰到你的 假如你心很宁静 很喜悦 很知足 然后呢 你住在普通的地方 你都会很知足的 所以一切的妄法 都不是真的 代表它会变 我们人不听到这个佛法的时候 你就会很痛苦 比如说小孩子 长大了 小孩子 哦 对不对 孙啊 三岁五岁 多可爱啊 然后十二岁 十三岁 叛逆的时候 爸妈妈在讲 吓死他 可是不要讲 因为他是女生 跟你同个版本 然后呢 生出来的时候呢 小时候你抓着他 对不对 啪啪 就像是一只小鸟 啪啪掉下来 受伤 你呵护他 等到他十九岁二十岁了 好 娘 孙啊 阿爸最喜欢吃的 阿嬷 你有的 我有女朋友的 我有男朋友 你自己吃吧 蹦 你的心都碎了 为什么 因为你亲爱他 永远不要变 这就是你痛苦的地方 真的 各位老婆上要放下 儿孙自有 儿孙父啊 你照顾他 假如你的孩子跟孙 将来呢 过年 过节 端午中秋 过年 能够想到你就很好 他有他的世界嘛 他一定有他的朋友 还有呢 阿公的阿嬷 不要对你儿子跟孙 脆脆面 很烦的 他已经长大了 可是在你内心里 永远觉得呢 他是三岁跟五岁的孙跟孙女 所以 我轮回的痛苦 从哪里来 从你的执着 希望你 不要变 你都不希望他变 比如说 你现在有个工作 现在觉得世界经济不紧急 明年啊 不要说明年 年底的时候 假如你没有吃素的话 是喂的 老板呢 就把基督对着你了 糟糕了 明年你给你炒条约了 你会很难过 这是正常 问题是 什么东西都会变的 所以佛法告诉你 伤和发病 一切的东西都会变的 好 我讲个故事 讲不要脂弱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讲过 有讲过也没关系 今天有很多新的语言 再听一遍也没错 你知道的话 就要讲答案 这是我西藏的老师 一直很喜欢讲 他是真实发生在美国的 有一个老先生 然后呢 他呢 很不幸的 就得了癌症 就是cancer 第一期跟第二期 检查出来呢 很严重 他的儿子女儿 跟太太消失了 一定常过到送医院 然后他在医院之前 他买了一个马票 也就是lottery 彩券 这样他买了以后呢 他就夹在皮包里 只有他当然也知道 知道在哪里 然后呢 他就去医院了 然后就做治疗 其实他心情不太好 他想哎呀 我老了 等来一阵呢 可能活不久了 也不知道他活多久 他就来医生和护士的细心照顾他 然后呢 过了一个礼拜 来个礼拜 有一天 美国呢 奖券开奖了 他太太有对号 哎呀 我老婆中了one million embaric dollar 一亿美金大概 马币多少钱 什么 一比三 一比三 那就 是应该三百万嘛 三百万的马币 对不对 三百万的话 台币三千万 哎呀 很多了 你买三公帮子 就他中了以后呢 他就很紧张很紧张 在美国上很重视 人道主义的 结果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与他老公的 那呢 他小孩呢 女孩跟男孩呢 就跟妈妈讨论七百八十 这个要不要告诉妈妈呢 有人说要 有人说不可以 要的理由是 这是按照 coding to human rights 就是人前主义 这是爸爸买的吧 你应该告诉他 有人说不可以 不可以 你要告诉妈妈妈 现在整个癌症 终于心脏病爆发 那就 阿弥陀佛 他们没有讲我 他们讲阿弥陀佛 他们讲阿弥陀佛 都不过了 那后来他讨论了半天呢 就决定呢 去跟医生商量 那 家人呢 太太跟小孩 跟医生商量 讨论了很久 一个小时多 决定了 到底要不要讲呢 有人说不可以讲 都可以讲 最后呢 决定了医生和她讨论久 还是要告诉她 现在问题来了 是谁告诉她 请问你们认为 太太告诉她好呢 还是儿子女儿告诉她好呢 还是医生告诉她呢 想了半天 他们觉得医生告诉她会比较好 因为医生了解她的病情 然后假如她心脏有问题的话 她可以做处理 最后太太跟儿子女儿就坐在外面了 医生就进去问她说 Mr. Momomo 你好不好啊 你最近这样治疗你的开心吗 她说也没有好跟不好 她就随便哈拉 你看今天的天气好不好呢 还不错了 就聊一聊的关心 她说我们都关心你 我冒昧问一个问题 假如 If 听说你要入院之前 有买那个产券 Lotary是吗 她说是啊 我是有买一张 不过我想的这么老 对不对 那其实有中奖的没有中奖 我都没有中奖 反正我都快要进棺材了嘛 她说你确定你有买是吗 她说对对对对 她说假如呢 假如你中了第一特奖的话 那你高兴吗 那个医生那个病人就想 这个医生对我很好 她就很爽快地说 假如我中了第一特奖 我就分你一半咯 那这医生听了 Really I really sure 你是在确定吗 OK Wait a moment 医生就赶快拿来这样子 Give me three minutes 他就写下了 这个医生 Mr. Momomo 说假如他订了 First year lottery 就会给我一半 这样子的 然后他写名字 然后他就给 这个老先生看 看了以后 老先生也觉得很奇怪 今天这个医生呢 很可爱啊 他说 其实我都得癌症了嘛 没有几天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我真的中的话 我一定会分你一半 然后他觉得 这个医生对他很好 他就千里了 一千码以后 蹦我们的医生 一根躺下去了 多一三是谁 医生 医生 结果这时候呢 他很紧张 老先生就按着警笔 在后面房里 所有的人呢 医生都不适动进去 然后呢 就开始紧冰响了 他想 那我想糟糕了 他在讲 哦糟糕了 emergency 什么时候都撑进去 一定是我老公的 哇 他说一定是老爸走了 一定是 诶 我说 医生躺在那里 然后那老公就说 What's going on 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老公 你中的 one million american lottery really 哦 原来啊 还好吧 我中到老了 有中没中啊 那刚才还医生问我 假如我中了 我中了一半啊 我就分一半给他 我真的分了给他 他就满下去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西藏的老师 很喜欢讲 各位听懂这个故事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医生很执着 他有强烈的期待 没想到医生呢 很兴奋 真的了 一半 half million给他了 可是他没有 动了一身心脏 一身心脏 一爆发 打下去了 而这个老人呢 他因为知道自己已经癌症了 活了没多久了 所以其实 他对世间没有很强的留恋 好跟不好 对他来讲 摸油了 当个杀鱼 所以他没有这么激动 结果呢 后来他从第一期 跟第二期的这个 癌症胖慢治疗 最后这个老先生 竟然出院了 活下来了 所以各位请问 要是你 你要做老人呢 还是做医生呢 其实很多人都想做医生的 half million 你可以在那里 这一笔买多少个帮子 你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很难像老人家 这样放得开 所以我说 看过跟放下 其实不太容易 看过有智慧 放得下有功夫 第一个 你要先告诉自己 一切都不是真的 一切不是真的 意思是什么 是让你的心更有弹性 比如说人家骂我们 假如我们错了 我们应该来道歉 可是假如人家骂了我们 我们想一想 哎呀 他大概是 我们会请给你拜 对不对 甚至呢有些人骂我们的时候 我觉得 哎呀 老娘绝对跟他拼了 现在跟他拼了 此仇不造非 此仇报非君子 你看 人家很激动 是不是 对不对 有些人呢 当然你学了佛以后 你还是会落笔记 你还是会跟他计较 可是人家骂了以后呢 你本来是气七天的 哎 现在气五天了 再过一阵子呢 哎呦 又被人家骂的时候 你气三天了 到最后呢 你功夫真的慢慢修持好了 哎呦 人家骂我们了 那就是他啦 没关系 我改就好了吗 你就放下了 但是不要选一批一天下 我难失哦 那种批批的哦 现在我讲的是 你真心知道自己错 要跟人家道歉 改 过 并不丢脸 所以你一定修行会进步的 为什么 请你写下来 一切都不是真的 但这一切不是真的 是对峙你的心 注意力量哦 再讲一遍哦 师父讲得很清楚了 全程录影啊 不要用到今天一切都不是真的 然后今天晚上他回去就问道 老公 师父说你不是真的 他会气死 老婆 你是假的 那你就变成不负责任的见口 讲一切都不是真的 是他就刹那刹那之间都会变 比如说昨天的师父 跟今天的师父 也不一样 对不对 今天的师父呢 白不管有多业 青春多有多几颗啊 对不对 我们都老吧 可是我们呢 常常都不去接受啊 对不对 其实我们每天都很老 再讲一个例子 今年我45岁 我举我的例子比较好 因为我举你的例子 你可能会不高兴 师父不知道又看到什么了 举个例子 我45岁 很惭愧 我出家快24年了 我从20岁开始学过 一直很努力的学习 我自己根性不是很好 但我一直都不用功 对不对 好 假如给我活30年 75岁 够了吧 现在全球暖化 这么热 没有活太久了 对不对 好 假如我活30年 平常 三分之一日都在睡觉 我去到10年了 还有呢 三分之一呢 还要拜共修 要讲经 要招待人 做东 做西 这样 就又去到10年了 对不对 有时候呢 下了雨啊 吹了冷气多了 伤风感化啊 还有10年呢 还呢 我们可以讲话 这样打追顾啊 有时候跟人家讲讲话 讲讲手心呢 10年又去到一半 剩5年了 5年以后呢 你诵经的话 还打脱税 打妄想 真正用功5年 只剩2年了 或2年半 换句话说 你真正在活30年了 你真正用功只有2年半了 这事实的真相 可是呢 我们不这样想 我们都会想 等我孙看完了 我再来学佛 等我老的时候 我再来去朝圣 我跟你讲 我们就看阴远了 看到最后都没入园了 不然我反过一句话 老婆说 你确定 下个月你还活着吗 我想很少人游泳 记住手的 当然 所以我们也希望你长寿 可是 无常到的时候 对不对 严格王要来接你了 你司法分离的时候 你是等都等不起的 你看有多少寺庙的骨灰塔 死的都不是老人家 也有年轻的 也有窗户的 也有小朋友 可是呢 我们都想 死的都是白癌的 是温度的 我不要紧了 其实 你不愿意接受 事实的真相 一切都不是真的 他会憋你的 这样比较有点恐怖 回去以后 那你就要精进 少看歌仔戏 请给我念 统贤请愿礼 请看二十二页 布施波罗密 所以佛讲 布施 往修公养 为什么 第一 要看过的方向 舍 你才能得 舍得越多 得到越多 在大制度论里面 讲故事有三种 第一个财师 得到大富大贵的国报 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人 是爆发部 现在中国也很多人 有爆发部 其实那是他的福报 我说个笑话 问题你就爆不出来吗 我们只有爆牙吗 爆发部 也要用他的福报 做故事的一 财师 拿金钱 去救贫穷的人 去帮助 第二个法师 法师 拿得到聪明智慧的国报 比方说世界的老师 每天都教书 所以大部分老师都很聪明 可是老师不一定都没有钱 有些也是很贫穷的人 有些老师他很有福报 是财师跟法师 两个都圆满 第三个无畏师 得到健康长寿 比方说医生跟护士跟药剂师 我是讲好的医生 那不好心的医生 那都不要讲 知道吗 对不对 那所以可见 故事会一个花钱 在你的心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他会讲完经的 对不对 老菩萨走路很慢 你就牵着他走楼梯 你也是健康长寿 老菩萨过马路的时候很紧张 突然气味很慌张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不须帮助他 你也会得到健康长寿 我知道 我知道在马来西亚 大部分都开车 新加坡是搭MRT 叫Subway 就是地铁 我们在台湾 我们也做地铁 我想跟各位分享个例子 台湾我们的贴地铁里面 叫做Priority City 就是给老人 病人 孕妇跟受伤的人 有一次 我也搭地铁 人很多 我还赶在军社区上课 晚上要讲经 七点半上课 很多人都上去 然后呢 我前面呢 就做一个老先生 旁边呢 是要做一个青少女 他去补席 然后我旁边很多很多人 其实我旁边有几个老胡扇 老人家 还拿着管杖 然后呢 他没有地方浮 又浮得铁栏杆 我就看 这个年轻人说 不好意思 帅哥 师父打扰你一下好吗 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可不可以 他说师父上帅 他说 你知道这个位子 是给老人家做的吗 你看前面有个老太太啊 很辛苦啊 你要不要让她坐位一下 你知道她跟我讲什么 很烦耶 我刚刚啊 她补席 我累死了 她要做位的话 她会去叫计程车啊 这个错误上管太多了吧 哎呀 吾密佛 你看现在一间讲话 是这样的 我也有经历 通过基督徒天赌教徒 对我很不礼貌 然后呢 整个车厢的人看 就是这样 然后他就眼睛闭起来 继续 然后呢 老胡扇看到 说师父 不好意思啦 不要叫你啦 你现在笑你了 很厉害的啦 就是现在年轻人 都是很很粗鲁的 不好意思啊 我说啊 他真的太没有礼貌 那 我心里本来想教训他 然后我想 吾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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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想 哎呀他又不是我学生 想他 他也不会听啊 他也不愿意改变啊 那我就跟他老婆上说 抱歉吧 那你就抓紧一点 因为车子开很快 然后呢 下班时间人很多 他说师父谢谢你的慈悲 可是我心里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这个年轻人 他没有想到 他也会老 有一天他若老的时候 你知道老人家 是很辛苦 车子呢 衣铁啊 火火车都一直咬 假如一个人让他做一下 他真的会很改变的 问题我们现在健康 所以你说英国报应就是这样啊 你现在年轻人 也让不了人家的位置 那当然就能看 新加坡 我也观察到 有些年轻人很有眼 比如一上车呢 角现身一身 然后就看ipod 他就戴着耳机 就是 I will follow you 大家都没看过 没有人 老新鲜老太太在他面前 他也不看 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 师父只是跟你分析说 我观察到 假如这个社会 常常啊 老年人会变加尊重 变加关怀 年轻人能够关心老人家 当他老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会很相和 这个就叫无畏不失 得到精刚长寿 所以才师是一般大富大贵 文古百万 文工贵族有钱的 法师呢 是谁呢 所以老师叫做 吴卫师呢 是医生跟故事 佛陀 这三种故事都圆满 所以大制度论可以说 修福不修慧 大象光明落 修慧不修福 罗汉印后佛 这很重要 可见福报跟智慧 两个都很重要 假如一直修福报 你拼命发心 尽且救助别人 可是你并听完佛法 不羞耻 将来呢 你会变成大象 大象 大象在印度 大象是很了不起的 作为国王的大象呢 出门都是挂满的阴落 可是你是畜生 接下来 修慧不修福 你很认真学习佛法 你很认真经历修习 可是你却不愿意 入师去救帮助别人 贫穷的人 你将来就正欧罗汉 可是你去脱波的时候 没有人够养你 你却没有食物 就叫硬勾脱 可见福跟慧 两个都很重要 你现在有一个问题来 假如两个里面选一个呢 你们要选什么 我来躺一躺 来问问各位 请问你觉得福报 我先要几举手 没有问题 钱比较重要 然后你觉得福报跟智慧里面 我先选智慧的几举手 好 手段讲 没有举手的几举脚 你选什么 两个都不选 这么笨吗 当然最好的是两个都选 可是佛都说 假如在福报跟智慧量当中 你要选择第一的时候 你应该先选智慧 为什么 做阿罗汉 你做大象好 阿罗汉是圣者 他是人 他可以行不上道 畜生道 是没办法行不上道的 所以第一 我们再看 极乐世界 可以叫片供诸佛院 你看 阿罗汉公罗花院 极乐世界早上起来 左边是极乐世界 莲花化山的三十二项 八十种化的僧众 每天早上拿天上调来的 月天曼陀罗花 以刹那之间供养 无量有余的佛 片供诸佛 所以福报最大 第二个 然后呢 你还听无量诸佛 为你说话 所以智慧最高 所以一刹那之间 在吃早饭之前 你可以回到自己的极乐境土 这个片供中佛院 就是最好的 广修供养 我们在这个世间 你要供一个佛很难 我们大概就是供佛像 标像 当然还有功德 可是假如你遇到真正的佛出现 而你供他的话 你的功德是更大的 所以请看 刚才讲过 供养的时候要有观想 然后要禅定 而且要实际的 故事去买最小的东西 接下来再看 夏令居老居士 所写的祭兽 这个祭兽 请做一个计号 背前来 二十三页 第八 第四个祭兽 请做个计号 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在供香花 跟果族的时候 你们念什么 如果 你现在拿香 来供佛 你刚才念什么 哄哄哄 哄哄哄 是吗 还是呢 吉利咕嚕吉利咕嚕 你们念什么 你们供佛的时候 念什么 对不对 这是上一句老句 是写的祭兽 非常好 请你背起来 供香花跟果族的时候 你应该念这个祭兽 愿此香花云 随心片虚空 供养一切佛 今法行胜众 苦勋出寒式 咸法菩提心 念我生极乐 还来度有情 我做供养的时候 我就是被这个祭兽了 那你要想 愿我现在供的香花跟果族 用一个便七个便 无量无烟 就像彩梨般 向右旋转 随着你的心量 遍满无量的虚空 你要相信心的力量是很大的 先供养佛法身 供养一切佛 过去现在未来佛 金法就是法法 贤圣众 这是神众 包含圣前身跟凡夫身 希望我供的香花云呢 能够普遍的熏各种寒式 寒式就是友情的众生 都发菩提心 将来大家都念佛 升到极乐世界 成愿再来 再广度无量的勇情众生 也就是说 当你在供养的时候 也包含着法月 所以这个祭兽非常好 请你背起来 好 接下来再看 这个 底下有七个供养 是有点长 我讲多少 半多少 因为时间差不多 我会讲到十点 准时下课 今天会来发一个 中科报道士法学文 好 请看 经文翻过来 第22页 第十一行 善男子 诸供养中 法供养罪 到这里这个段落 我们在很多流通法宝的背后 都会写说 诸供养中 法供养罪 东南亚的年有都很喜欢印经 做DVD 做佛卡 佛像 做很多杂志 或是佛堪 更加结缘 很好 各位就是很有福报道 可是 所谓的供养中 还有七种供养 请你背起来 前面讲 香花跟果 比如是 有形的物质供养 现在讲第二段 无形 新的供养 这才是最大的供养 举一个例子 你现在 爸爸妈妈生日了 然后呢 小朋友画一个 感谢的生日卡 结果小朋友呢 存了很多的钱 买一个爸爸的太阳美金 哎呀 这个爸爸好感动 这个儿子真孝顺 我苦口我心做牛做马呀 他真的是很感动 然后呢 讲牛男女儿 或儿子就问你 爸爸妈妈 明年呢 你甚至我要送你什么呢 你大部分都说 你一定会说 你有这个心就好了 其实你不用花钱 你只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讲了好好读书 在社会上有工作 帮助很多人 爸爸妈妈就是不好心 对不对 这是爸爸妈妈的心声 当然 那小孩子能够拿一样东西 不管他画个卡片啊 不管他买一只小白兔啊 或买一个巧克力啊 给你 其实你也是很感动的 也很温馨 对不对 同样 请问 我们拿什么供养 阿弥陀佛呢 我们拿什么去供养 大悲观世音果仨 你看观世音菩萨身上 清净庄严累积修阿弥陀佛呢 清净庄严累积修阿弥陀佛呢 身上挂满了精灵珠阿弥陀佛呢 观世音菩萨 不仅比你多 他根本不需要你供养阿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讲 孩子要供养什么呢 妈妈 答案是什么 你真正用功识修 除六五到同回 往生成佛 这才是最大的供养 假如你觉得你很贫穷 对不对 有这么多的钱 买香花灯过去 可是你认真修行 就像我下午讲 虚赖人的故事 他很贫穷 他认真修行 当他断气的时候 他是伸到天上刀 他会 对不对 做了刀一天的天主阿 假如 这个孩子给你很多很多东西 可是常常呢 制造麻烦 考试又不认真 读书又不认真 学校的校长跟老师 常常来跟你抱怨 叫做troublemaker 制造麻烦 那你不是很麻烦吗 是不是 所以 其实我们供养 是代表 我们升起广大的功德 老师说 观世音菩萨 不是不在乎 观世音菩萨 根本不需要你能供养他流连的 观世音菩萨 所有的功德都圆满 是不是呢 真正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下面七个前辈前来 普学班老师这条必考 第一 如说修行功德 第二 利益众生功德 第三 涉受众生功德 第四 爱众生苦功德 第五 情修善分功德 第六 不舍菩萨业功德 第七 不离菩提心功德 这七个 都不一定要花钱 要用心 还要发愿 第一 如说修行 就是呢 你好好的按照佛讲 戒定会修持 对不对 你修信功德 就好好认真修行 对不对 你修法华经 就好好认真学法华经 你修金刚经 就认真学金刚经 你念古先行愿品 就好好认真念 对不对 好 第二 有一个利益众生供养 就是呢 看到众生在你的面前 世界这么大 他会出现在你面前 一定跟你有的人 你就尽心尽力 帮助他 帮助众生 当然有很多 可能给他衣服 给他食物 可是呢 有时候呢 你不要宠坏他 有时候你只是出钱 他还会拿到呢 这个 去赌博 吸毒 去一个名字 慈激功德会 在台湾花莲 花莲 花莲以前是原住民的 后来呢 慈激功德会 他们去调查 这家呢 需要帮忙 大概一个月帮他 损五百马币 台币五千块 后来发现呢 哎 钱都不了了 知道 为什么 那还是要给孩子去读书 跟吃对象的钱 结果呢 爸爸拿去赌博了 喝酒了 妈妈拿去买衣服跟皮包 然后就骗他说呢 钱已经用光了 然后呢 他们就在第二次给他 第二次给他 第二次给他 又很奇怪 小孩子又没有去上学 也没有设定他 所以他去调查 然后第三个月就停了 停了以后呢 原住民就骂呢 慈激功德会 你们不叫我最不慈悲啦 不 我应该回答他 我们是干杯 智慧 是很重要的 你帮助别人 你要知道 假如他拿去 因为吸毒 喝酒 赌博 你宁愿不要帮他 对不对 不是说出钱 就一定对了 所以这叫利益众生供养 第三 射受众生供养 就是呢 把佛法介绍给他 不要抢 好 注意听 射受众生供养 我们要说一讲今晚 你要拉多幸福给我 没有 拉得越多 越精彩就越多啊 我出家本来一个人很自在 你拉多这么多人给我个儿子 问题是学习方法 这条很重要 各位请线下来 没关系时间间接 不然就晚辈敬意 提考 各位也要发愿 求婚日益菩萨度你的家人 正重要 叫射受众生供养 接下来 你可能去佛教的 可是你断气的时候 家人可能有道教的 一贯道的 有基督教的 天主教的 你们会找 唯一的方法呢 你应该发愿的 当然 家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度 但是你要发愿的 你不上会非常慈悲的 若你不发愿度你的家人 当临命中的时候 你就必须写遗嘱 说我断气以后 我的财产跟我身后的事情 怎么处理 你全部要用佛教的方式 这样你家人才不会吵架 我们在台湾 有帮助很多的 临终关怀的经验 就是我们呢 发愿了 还要去帮他住院 结果还没住院呢 家人就先跟我们吵架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们家有基督徒 有天主教徒 有道教徒 有一贯道徒 爸爸妈妈还断气 还没走 旁边就来跟菜一菜 那我们只好对 我们说对不起 我们要打扰你 对不对 我们在法律上 我们是没有责任的 我们可以帮助你 可是你自己要利益于主 所以希望 这边 这边 婚姻也可以叫拜 请马来西亚的华人 为各位的所有的领养 讲遗嘱 假如你不适自的老不上 你也可以请一个人 正人在旁边 用录音录录 假如我百年之后 我要怎么做 我的财彩 我的东西 我所有物 我要用佛教的 你这样略了遗嘱以后 子孙或是家人 就不会吵架 这叫方愿设受众生供养 这个很重要 否则你修了一辈子 你若离命中的时候 家人吵架 这是你很大的障碍 第四个 代众生苦供养 这个是我会在后面讲 我接回下讲 简单的说 你不可能代众生受苦 我常常听很多佛友讲 哎呦我们去结缘啊 帮人家诵经注念 念太久 我的头晕晕啊 哎呦我带她的衣脸呢 讲这个话的呢 这个脸有 表示你头发擦 假如 你会带她的衣脸 那观世音菩萨都把它带光了 那你怎么会做这样呢 当然 也有这个问题出现 你实际的临床经验 有些人是会去 我举个例子 但是我不要给你们看 比如说免疫 去帮这个人助念 没有错 可是你不知道 他助念的时候 他乱气的时候 他旁边有很多幽灵界中生 其实你好心去帮他送金 结缘住 念金 其实他会很感恩你 可是他旁边的冤金在你 幽灵界中生看不到 可能有一个就跟你结了恶缘 所以你会觉得未来不舒服 这的确放生 是否没有火力 我们在台湾 像我呢 注念了这么多年 我也从来没有看到鬼 也没有看到不舒服 过 是我的新的力量的奖 当然有了 我也渡过鬼了 不用讲太多 我渡过幽灵界中生 现在的问题是说 你跟这个注念的 被注念的王者 他是很感恩你 可是他旁边有绕很多冤金在你 你看不到 就像地藏经讲 灵命中生 很多幽灵界众生 变成他的亲戚来接他 可是有一个众生 或许跟有人 所以你就会觉得不舒服 这的确的 那你就回来念大杯咒 三变七变成大杯水 和大杯水念关系上 你身体就会帮忙 否则灵友呢 就会乱乱喘 哎呦 怎么可以去帮他注念 会带人家的业 你不可能带众生的业 自己的业也就用自己的业好 但这里为什么讲带众生受苦呢 是指菩萨发大杯烈心 救度众生 扩展自己的心量 观世音菩萨发愿 带一切众生受苦 第五个 勤修善根构讲 善根有很多解释 简单的讲 五戒十善就是善根 戒一会也是善根 好 那我再讲个段落 今天就告一个段落 好 第五六的 不舍菩萨业供养 就是你不要舍弃菩萨 六度波罗密 菩萨道是很难行的 在大政座论里面说 圣利佛过去呢 因为呢 行菩萨道 遇到一个命境 结果他放弃了六十小节 他都不敢来修菩萨行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圣利佛听呢 释迦牟尼佛说 无量节之前 听过一尊佛说法 他就发愿行菩萨道 我长话讲说 一个故事就这样 在大肆做了一起 结果呢 有一个天人就来试验他 然后呢 他行菩萨道嘛 那他就说 师父 师父啊 他画着有个菩萨门 然后呢 他就说师父啊 我可以跟你画圆 好吧 他说你要画什么呢 他说我爸爸妈妈生病了 在印度呢 我就看了医生 我有一点点的钱 可是呢 这个药里面要用药引字 药引字 就是要用修行圣人的眼珠 那他就问到 师父你修的好吗 他说我修的不错哦 我是佛陀的圣弟子 那你要眼珠哦 你要几个呢 他说我一颗就够 这时候圣利佛有点犹豫 到底我要挖左眼呢 然后右眼呢 他就转过来挖一个右眼给他 挖了以后 那个菩萨门吻吻 嗯 好臭啊 丢下来 师父不是啊 是左眼 他说你也不早讲 对不对 早讲啊 我挖错 我看已经挖右眼了 现在左眼 他想一想 我还是呢 挖完 就再把两个眼珠挖出来 现在挖左眼给他 那菩萨门吻吻 他还是欣慰很臭 其实师父你也没有证捧吧 哎呀 他给丢在地上 两个眼睛都把他踩过 这时候圣利佛就退到心了 说 菩萨难度 终身难度 所以 圣利佛 六十节 都不敢度众生 就退回顺门吻 其实度众生是很辛苦的 举个例子 你现在在这个讲庭 我先是大人很高兴 明天你开始度众生 那马来人嘛 印度人呢 讲你的坏话 你呢 你可能就不度众生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第六号叫 不舍菩萨也供养 最后一点很重要 菩提心 菩提心 各位翻开讲义 第八页 这是非常出胜庄宜的 好 我今天再教各位唱一遍 明天会教各位中科巴大师的发愿文 后天会教极乐镜子发愿文 好 请合唱啊 你会唱的 而且大声唱 我会唱的先听 接下来呢 就跟着唱 这是释迦摩尼佛 在《月葬经》所发的 六度波罗密的发愿文 我们这个世界 若没有佛陀来到世间 所有的众生 就像在茫茫生死大海中的众生 是看不到光明的灯塔的 所以不管我们修 净土法门 光阴法门 钥匙法门 摩地藏法门 我们都应该真诚感谢 我们的本师释迦摩尼佛 请合唱 请合唱 我西行图行 为主众生有 一位平民主 负责送人 祝福 所授负 我们都应该真诚 itself 因此 以为平众生 因他就是他 我即为主义 这才即时 好想他 设生 因他就是他 我即公主皇 允协其身分 父母 主是藏 兵法就是他 为温如祈福 养他生死 为首宗宗 忽灵法就是他 我即公主 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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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就是他 如我祖宗生平凡有事难 我修禅结果 如我祖宗生平凡有事难 我心为我人主在你千里 愿说无恙尊平凡有事难 我心肠愿命 祖宗生平凡有事难 祖宗生平凡有事难 我心肠愿命 祖宗生平凡有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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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貴,大於定不絕。 我心彼是神,救主主眾生。 也和煩惱過臨時終求主。 我心彼是神的風景。 我心彼是神,救主主主。 我心彼是神的風景。 我心彼是神的風景。 好 请看第十页第十九号 一起念愿生西方净土中 今天奖金就圆满 请额长一起念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鼎年花为故 花开剑佛无声 不退不上为伴 好 各位好安 明天下午两点半见 谢谢各位 不议注入大臣 谢谢